以科學政績很理性 並且有效率的來運作 請國人放心 行政院長蘇貞昌再次強調 政府會用最嚴格的標準守護食安 開放服務時才能順利和國際接軌 值得難道就是要敲開CPTPP的大門 不過真有那麼順利嗎 這個赤福島地區的食品 我們就可以專家CPTPP了 別做夢了 柯市長不看好也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依照目前CPTPP 是一個成員國來看 就算臺灣取得日本支持 也不代表其他國家的態度一致 於CPTPP是共識學 只要較為親中的秘魯 問來和越南不同意 臺灣的申請案就會卡關 開放服務時 並非加入CPTPP的充分條件 而是展現臺灣願意接受高規格的國際經貿協議 學者認為儘管臺灣要加入CPTPP 難免會受到些許政治干擾 但相較於中國依舊有較大優勢 而至於是否會比照WTO模式 讓臺灣和中國的申請案同時通過 學者分析臺灣優先加入CPTPP的可能性較高 當然政府也必須持續努力 畢竟開放服食取得敲門磚 卻不代表拿到CPTPP的入場券 進行文理事前 曾俊瑋採訪報導 因為世界經貨幣以河的開放 我來講返想 負面券 尤其是